现在的网络小说不太好写 既要写出爽感 又要写出深度 还要迎合群众的口味 写的太考究 受众不多 写的太爽 容易让人视觉疲劳 网文写作风格的走向 其实也暗示着一部分年轻人 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 大家好 我是龟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常看网文小说 相对于玄幻修仙 都市男女 这些青少年相爱情相的网文 我个人认为历史穿越类网文小说 整体来说更有深度一些 因为有很多历史穿越类网文小说 在内容上与现实社会面 现实世界有比较多的联系 我想分析历史穿越类网文小说 或许可以看出一部分年轻人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 给历史穿越类网文分个类 第一类考据型 考据型历史穿越网文的作者 真的普遍都比较用功 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王朝 当时的历史事件 政治背景 人物关系 习惯用语 社会情况 如是道三教的文化 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有极个别的考据型历史穿越网文 真的是很有深度 但不火 原因大家也都懂得 对历史文化感兴趣 但又不会真的去翻24史的人 或许可以通过这类网文 在饭桌聚会上增加一些话题 吹吹牛 聊聊天 增加个文化人的人设 第二类 女嫔或者爱情相 这类历史穿越网文 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意思 电视剧翻拍经常盯着这类网文 但无非是披着古装外衣的 现代偶像剧而已 主题都是爱情 我们中国古代传世的爱情相故事 其实都是情感和社会背景双线 苏三 梁柱 西香记 杜石娘 孟成 白宝香等等 其实都是表面说爱情 实际上说的是社会问题 人性问题 爱情相的历史穿越类网文差了些 重点是第三类 争霸类 争霸类历史穿越网文是 完本比例最高的 主流的叙述逻辑都是主角 从现代穿越会古代 或者出生在平民困难家庭 或者出生富贵权贵家族 通过现代知识或者金手指 实现财务自由 通过科举试图掌握权力 走向阶级跃迁的道路 争霸类中后期的主线 一半都是打仗 或者委婉的说 这是处理对外关系 民族矛盾 几个有意思的点 你十本争霸类历史穿越网文 有八本都会对小日子 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下手 主角内心想的是日本清华战争 对古代人说的是石垫银山 无论穿越到什么朝代80%的网文 都有对小日子下手的故事情节 这个比例数字有趣 第二 从穿越历史年代来看 集中在大秦三国大唐大明为主 主角对手戏 史皇帝郑哥哥 李二凤 朱元璋 出境率都很高 早些年公知吹嘘的知识分子 最好的年代 穿越第一选择的大宋 选这个时代穿越的网文很少 穿越到大宋的主角 有不少对宋朝军臣评价很低 看起来大家还是对汉唐雄风 充满了自豪感 公知们前些年说的那些 完全成了负面教材 不知道公知们心里痛快否 反正我挺痛快的 第三 无论是解决自身家庭困难 实现财务自由 还是对外扩张 大多数争霸类历史穿越小说 选的道路都类似 工业化 大机械生产 资本主义 对外贸易 羊吃人 大航海 殖民 新大陆的土豆 红薯 玉米全球汉化 怎么说呢 网文小说毕竟是青少年向的 要突出爽感 写的深度很深 反而不会受欢迎 作者也赚不到钱 我们的网文小说作者 写争霸爽文 也只能把过去西方干过的事情 重播一遍 换个中国古代朝代 取而代之 西方过去崛起过程中 走过的道路 或许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但仔细想想 西方过去崛起的过程 其实是完全违背 中国文明核心的 如果想的多一点 网文中这样高比例 复制西方的扩张道路 选择故事情节 也说明我们中国 目前缺乏自身的论述 或者我们的论述 并没有取得 绝大多数人的认同 如何崛起 如何解决 中国伟大复兴道路上 遇到的困难 这也是我们这些年 实证领域 舆论上讨论 争论最多的话题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